嘿大家好 嘿大家好 我朋友熊號 那麽今天這部影片帶來是 瑪麗露的一個速獎啊 然後並且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玩了一整個早上 他比較好的打法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先來講一個 呃他的這個角色定位啊 那他不論是生命值 攻擊 防禦 特防 什麽的 都是中規中矩 在整個平衡性角色裡面 沒有哪一項是特別突出的 而且全部都排在中間 所以這個角色出來 我覺得他的體質算是OK的 不會太強也沒有到很弱 就是T2 就是T2可能T1.8 我們來講一下 他的這個普通攻擊呢 跟他的這個被動大力士 我們直接講 他只要打到單體 不論這個單體是大型地圖物件 還是路邊的野怪 路邊的野花 對方的寶可夢 只要打到單隻 就是百分之五百萬暴擊 打到兩隻以上 就是百分之兩千萬 不會暴擊 好那聽到這裡呢 很多人在想說 那既然會暴擊 我是不是持有物 就要給他帶一個 什麼可以增加攻擊力的啊 那我這邊直接跟他講 我試過了 啞鈴試過 焦點鏡試過 然後反正能增加攻擊力的 我都試過 就算啞鈴敵到六層 他打出來的暴擊傷害 還是不高 因為他本身的攻擊力就不高 然後他的技能組傷害也不高 所以呢 不要覺得要去把他帶 這個 攻擊型的裝備 讓他攻擊力提高 NONONO 千萬不要這樣想 不要這樣想 整個帶下來我覺得就是 偏坦 偏坦是OK的 因為呢 他的技能組 我跟大家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哪個技能組 CP是最高 而且容錯率最低 那麼道具的部分呢 我比較推薦的就是帶傷藥 或者是急走 或是磁碗噴霧都OK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 他前面的這個技能 這個撞擊呢 是可以造成控場的 那控場效果大概0.3秒 我覺得並沒有很多 然後再來這個泡沫 這個技能啊 你要貼著 貼著這樣打的話 就能夠把這個傷害打好打滿 如果你的泡沫是站在遠處 比如說這樣瞄的話 那 只有 一兩個泡沫會打出傷害而已 好 那我們這一把呢 先來看一下 直接看我覺得比較好用的 就是 巢炫 然後再加上 熄鬧 那巢炫這個技能呢 你開啟的時候 會大概維持5秒鐘 你身邊呢 會有一堆 這個水球 這個水球 那在使用這個 這個巢炫的過程當中呢 你一樣 可以使用其他的技能組 比如說呢 用衝浪 用這個撞擊撞上去 這個巢炫呢 一樣呢 他打到對手的時候 是可以 是可以打出這個 暴擊的 如果是打單體的話 那這個巢炫有一個 更強的點 為什麼更喜歡 是因為他在團戰當中呢 他可以不停的卡在中間吸血 他是有吸血效果的 這個巢炫呢 在打到對方的寶可夢的時候 吸血的量是會比打野怪還要來的更多 一般來講呢 我們在Gank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躲這個草叢 然後呢 衝過來之後一個撞擊 然後再開這個巢炫 我剛剛 跟大家講呢 因為這個巢炫 他開起來的時間呢 大概是5秒鐘之內 他就會消失 所以你不要急著 先去開巢炫 你要呢 人已經出去了 就確定打人了 開始要打架了 我們再按巢炫 這樣呢 才能夠把巢炫的傷害呢 發揮到最大值 另一個呢 搭配巢炫的技能呢 是這個 吸鬧 那這個吸鬧打到對手的時候呢 是會造成控場 而這控場呢 也很短暫 但是可以 一樣可以斷招 他就是 暈眩 他不是什麼擊飛 大家可以看到 他其實這個控場時間 大概 我也覺得就0.3秒 其實短短的 所以呢 你在 丟進的時候 我們開 我們先開 然後會加速 然後加速了 你只要撞上去之後 然後馬上 按這個巢炫 然後再開始在中間這樣打 這樣的情況下呢 你的傷害呢 才會打得比較出來 不要呢 先按巢炫 然後呢 再按 然後還沒打完就按巢炫 這樣的話你的巢炫呢 會有很多的這個 空檔時間 好那這邊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大招啊 好他這個大招呢 在使用的時候呢 是會先扣血的 他瞄準到一個對手 然後呢 等時間到了他就會衝上去 那我跟大家講呢 你在瞄準的時候 這個棍啊 我是可以移動 有沒有看到 我在瞄到之後 我是可以移動 甚至可以加閃現 或是加一個 吸鬧 拉開距離 為什麼要拉開距離 我跟大家講 因為呢 他是可以打 在路徑上的敵人 比如說我現在瞄準 這個 閃光牌好 瞄到他 然後呢 我先在瞄他 往後拉 這邊呢 他如果中間 有其他隊友的話 可以照樣的 直接給他撞上去 就和那個幸福蛋 開大招一樣 路徑上的敵人 都會遭受到傷害 那他這個大招呢 是一個範圍性的控場 所以呢一坨坨人 你就瞄準好 然後盡量呢 在瞄準同時 拉開距離 為什麼還要拉開距離 因為以防啊 你自己的這個技能組 被斷招 那他這個大招丟出去呢 就是會在一秒鐘 一秒鐘之後 就會飛出去 所以呢 你不用呢 就想說 我是不是要先按什麼技能 然後才會比較 快觸發 沒有 我就是開了大招之後 然後就 莫屬一秒 然後調整位置 調整到可以炸到 最多人 的地方 然後呢 再放 再就是 讓他自動的放出去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一組技能 另外一組技能呢 是水之波動 加上水流尾 當初呢 其實就是因為 有人看到 這個水流尾 然後就覺得 很興奮啊 有一個角色 他可以無視 護盾 打真傷 那我這樣理解 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是不是得分流啊 他的那個護盾啊 就會怎麼樣 就是可以直接 傷害到他 然後呢 他沒辦法強制得分 我跟大家講 這有很大的迷思 因為 你要理解 得分護具這個東西呢 他是 他是什麼描述 當你護盾 未破的時候 你呢 就可以 把這個球 就是可以無視對手 拿把球投進去 那 請問一下 我現在 這個水流尾 好 我打真傷 然後勒 我沒有打掉他的護盾啊 我沒有打到他的護盾 所以 他還是可以得分 還是可以投球啦 大家 你懂嗎 你懂嗎 大家在一起打護盾的時候 就你一個水流尾 在那邊 打他的真傷 那我跟你講 這樣的對得分流 其實是沒有嚇阻效果的 那水流尾這個技能是怎麼樣 水流尾這個技能按上去之後呢 你要把對手放在你的最邊邊 你可以連續三次普攻 這個普攻是一個大範圍的普攻 那 通常我打的時候會這樣 繞著 繞著對手打 那因為他是打這個真傷 無視護盾 也無視防禦 可是呢 重點是 他本身的傷害 真的是不高 所以我覺得 帶出這一套的沒有另一套好用的一個點是 如果我把他定位成攻擊手 但我的持有物都已經帶攻擊裝了 卻還是打不出應有的傷害 那我為什麼要 把他當成攻擊手呢 對吧 那這個水流尾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站得太近 比如說像這個位置 你就沒有辦法無視防禦 你一定要讓對手待在最邊邊 然後水流尾打到對手的同時 也是可以回血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另一個 水之波動這個技能 水之波動這個技能 其實我覺得還堪用的一個點是 他會有一個反彈的效果 那我在還沒有升級的時候 你可以反彈一下兩下三下 這個三下過程當中呢 都是可以造成緩速的 可是如果你打單體的話 就沒有 就沒有彈射 但一樣可以緩速 你有看到嗎 他走過來的時候 我打到他 他是會緩速的 那這個緩速時間 我覺得大概是0.75秒 不是準確的 但是我自己個人體感 因為數據還沒公佈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他11等升級之後 然後到13等升級之後 那他這個水之波動可以彈幾下 一下 兩下 三下 四下 基本上是可以彈到 彈四下 然後對手夠密集的話 他這個瘋狂彈射 是可以造成大範圍的 這個對手的緩速 那 我覺得配招就是 如果你要帶 水流尾 你整個本身就已經是 稍微偏遠距離的角色 有沒有看到 我會站在邊邊打 那你再加上水之波動 那水之波動還有一個特性就是 你在使用水之波動的同時呢 你是可以 就翻滾動作 那要怎麼樣才能施展翻滾 你丟水之波動的同時 你要按方向鍵 不管往前 往後 都可以 那不能過強 有沒有看到 沒辦法過強 所以這個技能呢 是可以很好做拉打的 比如說我在團戰當中 這邊有一坨人 我可以在這裡 丟個技能之後 往後拉 丟個技能之後 往後拉 然後讓這個水之波動 去緩速對手 或者是 當隊要追擊的時候 往前滾 也可以 或是往側邊躲招 然後再用水流尾 在側邊這樣 進行攻擊 所以 水之波動其實可以這樣用 你可以繞著對手打 如果是一坨坨的話 更好 如果團戰一坨坨 那當然是更好 水之波動呢 我覺得也可以搭配 那個 另一個技能組 可以搭配巢炫使用 因為 你巢炫是怎麼樣 我巢炫是 可以進場 然後去打一個 範圍性的傷害 基本上就是進去扛傷 因為你可以邊打 然後邊回血 進去當這個 扛傷哈密達的料 但是呢 如果我說我是用水之波動 讓對手緩速一群群 然後我再開這樣 巢炫衝進去 那是不是呢 是可以 有更好的 讓你巢炫打到對手 但是呢 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你一來 你沒有 這個 吸鬧這個加速 二來就是 當你的水之波動 沒辦法打到多體的時候 那就會有點虧 當然之後呢 會有實戰影片 因為我畢竟打了一個早上 那我會告訴大家 在實戰當中 該怎麼玩 所以繼續鎖定 我接下來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